花蓮在春天有非常熱鬧的一個活動 那這個熱鬧活動就是因應目前是一個螢火蟲的繁殖劑 所以在我們花蓮光復那邊有一個大農大富平地森林園區 以及鯉魚潭會舉辦所謂的螢火蟲劑 那我們現在來到這個地方是花蓮的鯉魚潭 那這個地方是位於鯉魚潭的岩壽亭 那岩壽亭聽起來來到這個地方 然後走一下我們這個整個鯉魚潭的環灘步道 就非常有延年益壽的感覺 那通常我們如果民眾來報名這個鯉魚潭的這個螢火蟲劑的一個活動 通常會從岩壽亭這邊出發 那這邊的導覽人員就會在岩壽亭這邊跟大家做一個螢火蟲簡單的介紹 那今天有很多的民眾可能沒有時間來參加這個螢火蟲活動 沒關係 那今天導遊溝呢就帶著大家來認識這個小小的螢火蟲 那了解一下 然後我們以後呢在自己來前往的時候 能對螢火蟲更進一步的認識 那螢火蟲呢算是所謂的昆蟲界裡面的 甲蟲那它屬於所謂的銀科 它跟其他的昆蟲有什麼最大的區別就是 它有所謂的前胸背板 那大家可以看到阿龍這個圖片裡面 可以看到螢火蟲它這個前面的這個頭部的地方 有所謂的前胸背板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圖片更清楚 這個黃色的部分呢就是它的前胸背板 那阿龍秀出的這個是所謂的刺影以及窗影 那它們都有具有黃色的背板 那它的刺繡的部分是屬於有所謂的縱向的一個紋路 那大家很好奇說那螢火蟲它本身是怎麼樣發光的 是螢火蟲發光的原理呢有點類似像我們以前早期用的那個燈阿 是用所謂的電光石 那電光石它利用本身那個電光石它那個把它加熱之後 然後它會發出光線 那螢火蟲本身它的那個尾巴的部分呢 有一些零粉那零粉在加熱之後就發出零光 其實螢火蟲發出的光是非常的微弱的 因為它零光所發出來的熱量呢其實沒有很高 那我們可以看到它其實有點類似我們汽車的原理 那個車燈啊前面有車照然後後面有反光照 那個中間的部分就是車燈燈泡的位置 那燈泡的位置呢就相當於螢火蟲尾巴所發出那個光的光源 那螢火蟲又分成所謂日行性跟日夜行性的 那我們現在可以看到齁這兩種螢火蟲 有所謂的黑鳳螺螢跟所謂的黑腹結角螢 那兩種是屬於所謂不發光的螢火蟲 那兩種是屬於所謂不發光的螢火蟲